好现在呢我们要那个说明那个字串的部分 那字串什么叫字串呢 就是我们会在程式里面啊 透过两个那个例如说单引号 或是双引号把这个字呢围起来 那这个有被单引号 前面单引号后面单引号 或是前面双引号 或是那个后面双引号这个格式 包起来的文字或数字 都是字串或是符号 那除了用两个单引号前后围起来 或两个双引号前后围起来之外 其实呢还会有一个比较近期的做法 就是透过一个样板的一个读写方式 或是样板的字串 把它合并起来 ok 那因为我们现在呢 范例到了4-1 那么也请各位帮我新增 一个4-1.html档案好吗 那跟上次一样 直接把样式那个 呃 起手式呢 把它使用出来 让它有这个架构 ok 给大家15秒的时间咯 好 那现在呢 好 一样 在这边呢 加个sql标签 sql标签 好 那现在 好 我们一开始提到 我们要宣告字串 ok 那我们用let 然后str name 等于什么呢 例如说 daren 记得 在程式后面加个 好 那个 分号 虽然说现在比较近期的java script 它可以支援不加分号 但是呢 我为了谨慎起见 我们加加分号 以做区隔 代表我们单行 程式码的结束 好 那使用宣告字串之后 好 第十行宣告字串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试着用单引号 维度字串 的方式呢 来输出 怎么说呢 例如说我们console.log 好 那我们先呢 先预设一个字串 叫hello world 空格 然后呢 用一个加 代表合并字串的意思 我们把刚刚的sdr name 加进来 所以我们在后面再加个加 然后呢 点点点 这里代表什么呢 这里代表的是 我前面啊 有一个字串 会合并 那个 变数 会合并变数 然后呢 再把这个后面的字串 加起来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字串之间 包含变数 合并的结果 为何呢 我们就对它按右键 我们来开启一下 看看这个结果 那我们按F12 看一下 那它合并的结果呢 我们先清空 只留下这页 你会发现它变 hello world 然后daren 点点点 这时候呢 原本的变数 会透过那个字串之间 有变数 用加的方式 把变数结果 合并在一起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看到 它用这个字串合并的方式 来输出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就是 我们如果用 所谓的双一号 来围住字串 的方式输出 OK 好 那刚刚我们是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跟那个 后面点点是用单一号 对不对 这时候啊 我们就尝试 一样 就是说 hello world grival script 那一样哦 我们合并字串的方式是用加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好 那点点点 我们来看看 这个合并方式结果是什么 没有 他是不是 就把字串合并起来了 对不对 那记得 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要么 字串的前面 一样 都是单一号 那么 就是一样单一号 要么 同时 都是双一号 千万不要 一单一双 一单一双 一定会出错 那另外一个 好 那个之前我们稍微在console 那个console面板的部分 有稍微练习的地方是 我们呢 是可以透过 例如说我们用 template string 的方式 来输出 好 例如说 我们console.log 好 那还记得 我们用那个template string的话 比较近期的做法是 那个拖让键那一颗 有没有 拖让键 连续按两下 先说好 这不是单一号 也不是双一号 它是拖让键那一颗 连续按两下 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字串包起来 就说My name is 然后呢 我们怎么把 这个变数 第十行宣告变数 镶嵌进去呢 就透过 钱加一组大括号 我透过钱字号 加一组大括号 把刚刚的变数 我把它显示在这里面 那空格加三个点点 我们来看看 这种合并字串的输出 长什么样子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就合并在一起啦 那再提醒大家 我们字串 要么前面同时 都是单一号 或是同时双一号 千千万万不要一单 然后再一双 这时候呢 就有可能 会报错 就有可能会报错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的 就没有错误讯息了 对不对 要么就两个都是单 两个都是双 那你 这时候呢 在变数 那个宣告 成字串的时候 记得字串前面 也是同时单一号 或是同时双一号 那比较特别的呢 是用这个方式 来进行输出 字串里面呢 就变成样板 而把我们特定的变数 镶嵌在这里面 OK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帮我稍作练习哦 好哦 这次呢 我们在 字串 跟变数之间 还有其他字串 如果要把这个输出结果 合并在一起 然后变成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那这时候就要注意到 我们字串的部分 一定要前后都单 或是前后都双 OK 那再跟那个变数呢 再进行合并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那个字串 合并在一起 那比较 近年比较多用的进阶技巧 就是使用这个方式 把这段文字当成是一个样板 我们迁入 我们想要放的文字位置 OK 这是比较近期的做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往下 OK 这时候啊 我那个 准备用样板引擎的方式来输出 就是说 样板字串方式来输出 就是说叔叔 就是说你好 你好 然后呢 我是 呃 比如说 Darren Yang 好 那这个名称字取 比如说我们两个变数 那个Fnam 等于 朋友单或双都可以 Darren 然后呢 那个 Lnam 等于 把这种样 那接下来呢 我就console 哇 然后一样 我们用那个Bloin 键那一颗 连点两下 OK 我们就说你好 然后呢 我 是 呃 好 好 我们就空格 然后迁入 这个变数 例如说 Fnam 然后再空一格 再迁入相对的位置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他会针对我们这个样板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变数呢 迁入到 我们想要指定的位置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为何 他说你好 我是Darren Young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变数 相迁到 指定的位置去 好 那另外部分 呃 如果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迁入 好 例如说 若是要迁入呢 变数 好 来计算 可以这么做 好 例如说 LetA等于5 然后呢 LetB等于10 然后Console 好 一样 就波浪界那一颗 好 我希望呢 这个镶嵌位置是什么 A 加上B 好 那你可以靠拢也没关系 好 那我习惯呢 就是在做一些排版 这样以后 再乘词码的可图性会比较好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再 逗号在空格 OK 我希望呢 再镶嵌一个 好 例如说 2 乘上 A加B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A加B 15 然后变20 来看一下结果 15 跟20 有没有 就是说除了字串 镶嵌进去 这个相对位置之外 它其实还是可以在里面 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OK 有时候 你说一些报表啊 例如在网页上做一些报表 临时要加总 你可能小记的相加变总记 或是某些 特殊数量 成长产品等等 其实呢 就为了镶嵌在那个对应的位置 你也可以 这么做 直接 在里面简单计算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三分钟时间 也帮我稍作练习好吗 好 那这就是简单呢 资串在输出的时候 它应该要 注意的地方 那当然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说明一个部分 叫跳脱字圆 这跳脱就是呢 为了避免 你的 假设你用刷引号 包覆一个字串 OK 或是单引号 包覆一个字串 而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文字 是需要用到 例如说所有可言 那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单引号 这时候就有可能 破坏你的结构 此时呢 我们就要加一个 跳脱字圆 来避免破坏文字结构 而当它输出的时候 就自动 把这边隐藏起来 而把里面的这个单引号 当作是一个一般的文字 把这里面当作一个一般的文字 而不是一个 四川的开头或结尾 而不是四川的开头或结尾 那么 现在请大家 帮我开一个4G2 4G2.html 然后呢 也一样把794导出来 OK 给大家15秒时间 好的 那接下来啊 我们一样是3标签 把它放置 那现在呢 就要使用的 所谓的跳脱字圆 OK 它就是这个反斜线 那目的呢 是为了 避免自串 当中有单引号 或是说 那个 或是所谓的双引号 当你自串 合并是用单引号 并在一起的时候呢 例如前面有单引号 后面有单引号 它自串里面 也有单引号 所以里面那个单引号 是有意义的 所以就用在那个单引号前面 左边加了那个反斜线 帮助它 变成一个一般的自串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例如说 console 那我们用单引号 把文字包起来 好 好 接下来就说 Did you talk to Mary's brother 好 那你会发现 你看哦 我们是不是 这个自串的前面 跟后面 是不是用单引号包起来 可是 在这个所有格的概念啊 我们是不是 诶 明明里面 它这个单引号是正常的 可是因为 它的单引号 会破坏 我们自串 程式语言自串的结构 所以我们会把里面那个字 就破坏自串结构 那个单引号 在它的左边 我游标部分 加上反斜线 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在显示的过程中 它就会是正常的结果 比如说 Did you talk to Mary's brother 所以基本上呢 基本上它就 就会显示正常的结果 OK 就会告诉程式语言说 我那个单引号是有意义的 它不是要破坏你结构哦 它是真的要在自串里面 显示 这个结果 OK 好 那 这是一个例子 那待会给大家 一点时间练习 那另外一种 例如说 今天如果我们用中文的角度来看 假设我今天要 有两个角色 例如说 我用双一号好了 OK 例如说 我用中文角度来看 例如说 小明说 冒号 然后呢 我一样加这个 你看 双一号 例如说 我觉得 你有一个缺点 OK 那空格 那个小美说 例如说 一样用这个 那个双一号 那个什么缺点 然后呢 空格 小明说 例如说 他说 那个 优点 太多 OK 那你看 这样的自串是不是整个结构 就被破坏掉了 对不对 就整个可能把人家对话过程 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 假设 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这时候 哇 整个就坏掉了 所以 我们知道他前面有双一号 后面也有双一号 情况之下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跳落资源吗 那么 我们就针对 他每一个 那个文字里面呢 只要是跳多字元 我们就在前面呢 只要是一个 那个双一号 我们就在前面呢 加一个 跳多字元 让程式语言知道说 其实这是一个 正常的文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有发现 例如说 小明说 我觉得你有一个缺点 小明说什么缺点 小明说 优点太多 OK 那另外一个呢 一样是 这个 的效果 那我想说呢 另外一个说明 那我们今天也是 就是说 小明说 我觉得 我也有一个缺点 小美说 什么缺点 小明说 小明说 缺点你 类似这样 OK 那这时候 一样我们为了 怕这个呢 文字整个被破坏掉 这个字串 结果被破坏掉 我们就个别针对内部 的 刷引号 OK 加入跳脱字元 加入跳脱 加入跳脱 跳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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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候 在里面的这些文字 跳脱文字 就会被当作是 一般的 双引号 来看待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小明说 我觉得我也有一个缺点 小明说 缺点你 对不对 类似这样的一个 中文的架构 好 那这部分呢 你不一定要照我的写 这只是一个举例 你稍微呢 针对单引号 跟双引号部分 做一下练习给大家大概两分钟时间 好吗 好哦 那 这是一个 一般的跳脱字元的一个表现方式 就是说 当我 假设是一个对话 或是一个 里面还有重复 包围 字串的单引号 或双引号 当中 还是有单引号 或双引号 就是说 我左右边都有双引号 而我文字当中 或字串当中 还是有双引号 情况之下 为了不破坏整个 字串的结构 所做的一个 那个方法 就是跳脱字元 OK 好 那我现在 复制一下 这个误解说明 是说 其实还是有其他的 跳脱字元 那 跳脱字元的历史 大家可以再回顾过去 这有关以前 的作业系统 那个我们 那个快速键 没那么多的年代 就是打个斜线T 斜线 斜线N 就会协助我们做一些 不同的 那个操作 好 那现在呢 就延伸启用 放到网页上面 或是说其他的领域 甚至圆内 那 例如说我今天呢 有看到的是一个 斜线T 代表一个 按一个 Tab 键的概念 类似 有些人 他有些人 他有些环境的四个 那斜线R 这个是代表我们 那个 类似一个 把游标移到最前面的概念 那比较常见的 斜线N 它是断行的意思 就代表建立了一个 新的一行 那 在某些例如说 Mac 电脑 或Linux 的环境呢 斜线N就直接断行 然后呢 把游标移到最前面 那像Windows环境 常常见斜线R 斜线N 放在一起 就等同一个 断行的概念 OK 每个 那个追系统的 呈现方式不一样 那例如说 我今天想要出现 这个资串 例如说 console 好 那我用 双一号 比如说Hi 好 然后呢 斜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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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么 我写了一个Hi 金带号之后 会四个Tab 键 之后 才输出进来好吗 好 那这样的斜线N 就是写说好久不见 OK 那我们来看看结果 是不是四个 Type 键 然后最后呢 斜线N断行 这个好久不见 应该理论上 会在下面 有看到 你说Hi 然后这几个 Type 键 然后输出进来好吗 后面在斜线N 就跟你讲说 好久不见 OK 这些呢也是 跳坡 资源的一个范畴 那这部分 给大家一样 两分钟时间 玩玩看好吗 好 好 那这是自串的部分 OK 那到之后呢 我们会有个地方 再做更进阶的说明 如何处理自串 里面当中的特定的文字 那个东西呢 叫做正规表达师 我们之后呢 会再提到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准备到一个 比较进阶的部分 取得标签元素 那DOM呢 它本身就是把网页的结构 还记得之前提到的 那个例如说 我们这边的 这个HTML 它其实应该本身要长的是 这个样子 OK 它像是一个容器 有一棵树的根 那根下面有两个节点 有两个点 一个分别是head跟body 对不对 head跟body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这个树根啊 往下长 其实每个都是一个node 都是一个node OK 那这些紫色呢 就是树叶 但是呢 这个还没办法 比较明显的呈现 所谓元素的概念 那我这边呢 要提到的是 如果过去有同学 已经上过一些 例如说HTML的课 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叫做标签 叫tag 对不对 叫标签 可是 这是HTML的观点 我们今天 如果用JavaScript的观点来看 这个都是数的节点 它们每个东西 都是所谓的element 就是所谓的元素 这个元素里面 它有两个属性 OK 那 其他的 OK 我们这些单位呢 就会从一个实际的案例来看 好 那 我们呢 其实 在DOM里面 这个DOM的数状结构 里面是由 那个节点数页 跟连结所组成 好 那其实重点是下面这些东西 就分成所谓的 Document Element Text 跟Attribute 好 那Document是什么意思 Document这边 就是整块白白的区域 都叫Document 它是整个浏览器里面 这个白色区域 你看到网页会出现 例如说 你看到我们这个内容 对不对 整块白色区域 这些 都是Document的东西 而你看到这些 理论上应该是网页元素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些树根下面的每一个点 有没有 这个 这个里面下面会有很多项目 对不对 会有不同项目 其实都是一个 那个 树 那个树叶底下 还有那个树枝的概念 那 等一下 那 这个Document 就是整块 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Element 这是我们JavaScript 它会关注的地方 Element 是什么 就是例如说 我们这些Div P 有没有 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一堆 什么Div 一堆 什么Nav 等等 那种东西 好 那其实呢 它都代表了 都各自代表的元素 OK 都是在所谓的元素的概念 那这个元素里面呢 有什么呢 这个元素 例如说 我们有个东西叫He Hello World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字 那这个东西 H1这个元素里面 它有一些内文 Inner Text 其实就是所谓的Text 所谓Text 这被H1包起来的 这个Hello World 它就是Text 的概念 好 那 什么是Etribute呢 是我们Element 里面 是不是还有刚刚提到 例如说 像刚刚这个 这个元素 有没有 这叫元素名称 这个也是元素名称 但是这个Menta这边 或是说 例如说 这个Menta这边 HTTP EQ UIV 这边 会有一些特定的值 这是属性 这是它的值 这是属性 这是它的值 OK 它的key 它的那个 跟value 这是它的那个 键 跟它的值 好 那例如说 我们那个 之前有提到 class 跟id data横线 信号等等 还记得我们先前提到 那个 呃 类似那个什么 台大那个超连结 对不对 台大首页超连结 就包含了 a本身这个元素 那 那个 国立台湾大学呢 它就是Text 这个文字 那相对呢 HRIF 超连结 它就是 OK 大概简单的 说明一下 你会发现其实啊 就是长这个样子 有没有 我在HTML里面 底下有head跟body 那假设我们今天body 里面有个 element 记得它都是element 哦 它底下 它在这个document底下 会有很多的element 那其中HTML 它是element底下 还有其他的element 就像一个容器 包含的这两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body里面呢 它又有element 这个element 叫做he 它其实代表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标题文字 那这个element呢 它有一个属性 叫class 可能它自己的那个 呃 css的那个class 那其中这个element he里面 有内文 叫做hello world 那是这样概念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 这个我们以后 有机会再讲 我们之后就会 透过程式呢 去取得它 OK 那我们如何取得 这个树状结构的 呃 这个元素呢 OK 例如分成以前啊 在以前的时候 最常用的是什么 例如说 document 就指这个网页的 整个白色的区域 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 我们要取得一个元素 透过什么 by id id就是所谓的那个 id等于多少 这个东西 我们会取得这个元素 那这个t 忘了大小 就是说 那如果今天呢 是为了要取得 例如说 一大堆div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例如说div 或是p 这个东西 它就回传的是一个集合 OK 那一样呢 我们有些class name 它也回传呢 是那个元素的集合 那近年 近年 那个 呃 有些 排版的一些 韩式库或框架 慢慢的扬起了 这些做法 OK 慢慢的倾向 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把 csa选择器 这件事情 用来取得元素 这边呢 例如说document.queryselector 里面只要写 选择器 我们就可以选到 适当的元素 选到适当的元素 那 如果今天我的选择器 它回传的是一个集合 例如说document.queryselector or 它回传的 就是一个集合 那这个集合呢 就有点类似 所谓的阵列 我们阵列之后会提到 它就是一个药盒子的概念 所以值为0 1 2 3 这样的东西 OK 那所谓的选择器 如果今天 我们 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说 我们选择器这边 如果今天 我们有个属性 叫class 它呢 指示 intro 那这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去选择到 这个 element 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就透过点 直接写 它的这个类别名称 OK 那如果你今天 这class里面 例如说有 有一个name1 空格name2 这样的那个 这个值 OK 代表它 它其实这个元素呢 包含了两种样式 这时候 就透过直接点 name1 然后呢 不要加空格 直接黏着点 然后加那个name2 它就会选中 一个class里面 有两个 那个 类别名称 的那个元素 OK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 如果今天呢 我们今天 那个 呃 一个元素里面 它id 就是要firstname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选择器 要怎么呈现呢 我们选择器 用井字号 来代表 这个id 代表这个id 好 那今天 如果我们的特定 我们要取得 所有p元素 假设有个p的标签 我们要选择p 那么 如果就单纯 选择p 这个元素 那么在选择器里面 就selector里面 要写p 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说 今天我个p元素 它有个属性 class 等于intro 那我怎么选择到 这个p元素呢 就通过p 点 类别名称 有没有 跟前面提到的一样 点 类别名称 只不过 我们还要再加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元素名称 它是用到哪些类别呢 只要指定好这个选择器 那么 我们就可以取得 这个元素 再透过javascript 对它做一些改变 例如说 对它放大缩小 或是加一些不同的颜色 或改变它的比例外观等等 好 那 比较常用的还有哪些呢 那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选择 假设我们div是一个布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呢 有很多p 这时候呢 我们就透过div 空格p 只要这个div里面 无论它多深 有多少个p 它的子子孙孙 多少个节点 有多少个p 全部都会被我们选择到 那重点是 我们的选择器的主角 通常 无论它多深 通常主角都是最右边这个 比如说我们一路往下找 要找的是这个p 对不对 所以呢 从容器之间往下找 找到这个p 好 那有别于 这个div 空格p 这个div 空格p 是指我这个p 是在这个div里面 但是呢 我可能很深 我可能是 儿子 可能是孙子 可能是那个子子孙孙 你只要div 空格p div底下所有p 你都会掌握住 可是啊 我今天有个需求就是 我只要我div底下 是属于p的儿子 我的孙子是p 我的什么真孙是p 我都不管 我只要我的儿子是p 这时候呢 我就会透过 那个div 然后大于符号p 代表 我跟他只有一成之差 我跟他只有一成之差 不会有 那个隔代 例如说一直往下很深 我的p底下还有p 然后p底下还有p 这种东西 不管 它只要一成p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这比较常见部分 那刚刚提到了我们所谓的 类别选择器 跟id选择器 它呢 它呢 常见的那个 元素选择器 还有元素跟类别啊 或id结合的例子 都有 那 选择器的东西呢 很多同学可能 过去有学过 可能比较 忽略的就是所谓的 属性选择器 例如说 我们有个a的超连结里面 它有个target 它的值呢 叫底线blank OK 这代表我这超连结 属性里面 只要有target等于blank 我都把它掌握住 之后呢 就可以透过 document.createSelector 去把那个 选择器所指定的元素 抓回来 无论它是单一元素 还是 所谓的那个 集合 OK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他呢 大家有空可以 针对自己的需求 再看看 我们直接呢 从那个实际的案例 来操作 好 那么 现在请大家呢 帮我 我们要针对单一元素的截取 来做一些练习 所以呢 请大家帮我开个5-1 帮我开个5-1的档案 帮我开5-1.html 那一样 把这个找出来 OK 给大家大概15秒的时间喔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别于我们先前操作 我们现在要把元素 放到 这个里面 例如说 我这边有p OK 这个p呢 都是元素 它是段落的意思 OK 那这个p里面 我给它一个class 叫做myclass 那它的inner text 就是所谓的 那个内文呢 例如说 问世间 那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元素叫p OK 叫p 那这时候呢 它这个p有个属性 叫做class 那这个class里面 它的值呢 叫做myclass 那它的内文呢 它的text是问世间 我看一下 好 那 下面呢 那个我们一样 就把它 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对hname已经熟了 你就不用像我一样 直接重打 例如说问世间 情世和物 比如说 持教 那个生死相许 好 这是三个 会显示在网页的元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它按右键 开启那个life server 你会发现 这三个段落 被显示在网页上 例如说 好 问世间情世和物 持教 生死相许 对不对 好 好 那现在啊 这部分 我看一下时间 好 这部分 请大家先帮我 帮我把它放上去 好吗 先帮我 你用输入也可以 或是复制贴上 也可以 如果你懂html 你就复制贴上 也没关系 OK 给大家大概 那个 我看一下 现在已经接近休息时间 OK 那你先练习 那我们 10分呢 就休息个5分钟 15分钟的时候回来 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 你发现啊 跟刚刚不一样 我们先前 是不是 把 scree标签 直接写在这边 对不对 好 那现在 要把这个标签 反而 放在 body 结尾之前 你会说 欸老师为什么 要这样 好 我们待会先 那个 把操作呢 把它操作完 再跟各位解释 现在 我们要正式的 透过 JavaScript的程式码 好 透过JavaScript的程式码 取得元素 并且做一些改变 好 例如说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 问世间 情世和物 只叫生死相许 这时候呢 我们呢 要取得第一个 问世间 这个元素 要取得一个 这个P元素 好 接下来呢 例如说 以下呢 这边 是回传 第一个 P 回传第一个P 然后呢 是一种 element OK 好 我们let 宣告这变数P 等于什么 好 我们这边是不是一个 Document OK 那我们就要使用JavaScript里面的 内建的API API就是他们 可以内建使用的 函限师库 让他帮助我们取得 HTML标签 作为元素之用 OK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Document 直接写 点 Query Select 我们查询选择器 然后呢 在选择器里面呢 我们选择 P OK 在第17行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正式的 用程式取得了 网页上的这个P的元素 OK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出什么差异 对不对 我还没有看出 什么样的差异 所以 我们接下来 下一步就是 我希望 我用JavaScript 取得的这个元素 看起来没有任何差异 我这时候要用程式 动态的 让它产生变化 例如说 P 那我们就透过 P 点 Style 来 取得它的 属性 就是Style 但这个属性呢 做些什么呢 刚才讲说 这个 Background Color 未来我们会有一个 列表 让大家对照 我们什么时间点 该写JavaScript 什么时间点 是用CSS 选这个东西 好 我们就设定 假设 这边Background Color 这个C是大写 C是大写 好 例如说 我希望它这个P 背景 改成什么 例如说 我要改成那个 颜色叫做 景字号 7878FF OK 有关颜色的改变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CSS相关的设定 或是一些网页设码 它的一些说明 OK 在第17行 我们取得了P 这个元素 我们呢 是用Document.preselector 因为只有一个P 所以我们取得是一个 纵然网页上有三个 可是因为 我用的是Selector 而不是All 所以这时候 我取得的是 第一个P元素 这时候 我针对那个P元素 把它 内部的 这个风格 它的那个 那个 样式 OK 给它一个 Background 的一个设定 叫做 它的颜色叫 7878FF 这时候我们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个P其实很长 很宽 它呢 背景就变成了 位置尖 OK 就是位置尖 背后变成紫色 应该这样讲 它变成了 紫色 好 那这部分 给大家 呃 两分钟时间 帮我试试看 好吗 帮我试试看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呢 就针对 cree select all 这件事情呢 再另外说明 请大家 帮我新增 5-2 HTML 帮我新增 这个档案 好吗 然后呢 同时把这个 好 这个问世间情势 合物呢 也把它 复制过来 也把它复制过来 OK 给大家一点时间哦 好 我现在说明一下 为什么 5-1的部分 为什么 是先写 这个 再写 这个呢 就是说 为什么 我原本可以在里面 直接写scree标签 而反而要写在body 的结束之前呢 是因为 其实啊 我们来 看一下 这个 假设以这个 来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网路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他在读 对不对 他读完了 他读完了 那你看 其实 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个dome content loaded 就整个网页的什么 他其实这个蓝色的字 读取的原则上 是这个 检视原始码的内容 检视原始码内容 就是这个整个 HTML的那个结构 OK 他读取是这个 好 那读取的时候呢 确立了他整个网页的架构 之后 他就会把真正的档案 例如说这些 呃 呃 这个图案啊 那些 什么多媒体档案啊 图片啊 那个 那些颜色的设定等等 还读进来 所以整个网页是先读蓝色部分 再读红色的部分 所以这网页大概读的是大概 2秒左右的时间 那因为我们刚刚 有读过 所以他有些是有快取 所以感觉比较快一点 一点点 对不对 好 他读得比较快一点点 OK 那 这个东西读是把HTML 读回来 把这个HTML 读回来 而把那些肉填回来的部分 是在红色的地方结束 那我要讲的地方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 他那个东西是像是一个瀑布的概念 对不对 他是先读HTML 再填肉 他是先读HTML 再填肉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网页读取的概念里面 其实他也是例如说 先读取HTML的部分 才往下个别读取谁 head 第三到第八行 然后呢 再读取 9到第20行 那读完了body之后呢 又往下读 这个第11行的12 13的3个p 最后再读 那个15 16 17 18 19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选择的是p 要选择p 是不是改变他的背景 对不对 刚刚是不是要改变 那个 他的背景 在问世间 那个p的背景 如果今天 在以读取的生命周期来看 你看哦 我在放到这边的时候 在HTML往下 读到head的时候 那head的里面 是不是有个止节点 是script 标签 可是 你看哦 我这时候选择的是p 然后呢给它颜色 可是我问一下 以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 body读了没 还没 所以你这时候写在这边 会无效 会没有效 ok 会没有效 所以 那个 我们一定要等到body读完 读了三个p之后 再执行这个script 才会有作用 才会有作用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是不是东西都消失不见了 是因为 他在读的时候 看错了 抱歉 嗯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我们 一定要先有元素 才能写程式啊 所以如果我们在head的读取期间 先选择的元素 先选择的元素 抱歉 他其实选择不到 选择不到 因为head才刚刚执行完 然后执行呢 那个script标签 里面的程式嘛 所以这时候你的p 都还没在网易上出现啊 直到你body 读完之后 也把三个p 读了之后 你再执行script标签 这时候他才能真正的 被我们 使用到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又变成紫色背景了 所以呢 是这样的解释 就是说我们程式语言从头执行到尾 其实他都有他的生命周期 所以呢 所以你看有些坊间的那个 韩式库的框架 你会发现他会把script标签 放在 那个body的尾端 其实就是这个圆圆 OK 其实就是这个圆圆 好 那这是5-1的部分 那刚刚呢 也请大家把这个部分 放到那个5-2 那 那 接下来呢 一样是5-2的部分 好 那一样呢 我们会在里面 加个script标签 好 现在 我要做的是 针对 这三个p 个别给他不同的设定 个别给他不同的设定 好 那 例如说 我这边let p 这个p呢 是一个集合 怎么说呢 Document.freeSelector 但是我做了一个all 我要取得的是一个集合 那这个集合呢 是代表这三个p 此时 它第15行 执行的这个p 就是一个集合 就是这三个p的集合 OK 它是一个 NodeList的概念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用什么方式呢 类似 可以使用 类似 正列的方式 我们之后会再提到 正列的操作方式 提供 那个 索引 10 就是索引 来存取 那个元素 例如说呢 p 那还记得 假设呢 以正列的概念来看 那么 第一个 它的索引 好 就指定它的一个代号 就从0开始 那0呢 就代表 是第一个p 1呢 就代表 第二个p 2呢 就代表 第三个p 个别代表 那个 所以值为 那个 0 代表它 1 代表它 2 代表它 类似 这样的概念 好 我们就先把它削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针对 0 这个第一个 win时间 这个元素 跟刚刚一样 用.style 点 diagramColor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 假设跟刚刚一样 7878 f ok 这边指的0 是代表 第一个 问世间这个p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按右键 就是用那个 开启 你会发现这个问世间 我先把之前的 标签把它关掉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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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第0 所以为0的这个 第一个p标签 这个元素 它 被我们选择到之后呢 改变了背景 好 那接下来我要尝试 针对p 这部分还算聚透 之后我们会再详细的说明 好 这个1 就代表这个情绪 合物这个东西 我希望呢 它的内文 inner html text 都可以 我们未来会再提到 我们如果要在这个 情绪合物这个东西里面 又放了紫节点 又放另外一个标签 例如说叫spam 例如说spam 我希望呢 它这个spam 它是一个紫节点的概念 我希望呢 它有个style 就是它有个cssstyle 我希望它什么呢 它的颜色 文字颜色 原字颜色 变成什么 变成了00FF00 这样子 好 那其他呢 变成了... 然后中间加个情绪合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内部的文字 被改成的 内部 就被改成了这个格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发现说 变成这个颜色 情绪合物 对不对 原本只是单纯的情绪合物 好 那这个呢 你说 那它怎么变呢 它就是我给它一个 元素 那也给它一个属性 叫style 它这个东西呢 可以在里面写 css的设定 样式表的设定 然后呢 同时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取代 放到这边来的意思 好 全部取代 放到这边来的意思 那通过这个等号呢 把这个字串 由右往左 带到它的 这个元素的属性 叫做 inner text inner html ok 那如果你要放文字 就是写inner text 等等 例如说inner text 这时候它里面放的 就会是纯文字 放的就是纯文字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它能够改变颜色 那么 就应该放 好 这个 html ok 好 那 这部分先给大家 那个 两分钟时间 帮我稍微稍作练习一下 再把它 结束掉 好 那接下来 我们0的部分 跟1的部分 我们都做了简单的改变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针对 所影值为N 整的一个p元素 来一些不一样的操作 例如说 我希望它的那个style 里面有个 line 比如说height 等于什么呢 我希望是24 那个像素 好 那同时呢 也给它其他设定 例如说一个style 点 那个background color 为什么呢 例如说 是 那个 00000 ff ok 那一样也对它好 就是这个第三个p 给它一个style 好 我希望它的文字颜色 变成什么 假设 变成了 ff ff ok 那个白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长相长什么样子呢 有发现 是不是 是 它的那个 呃 背景改了 文字改了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 那其他部分呢 大家同学在帮我 花个 呃 呃 就是我们透过 document.createSelector all的方式 取得了 p的集合 那 透过呢 类似阵列的概念 所影为0 取得的是第一个文时间 好 1呢 取得是第二个 情势合物 那所影为2呢 取得是指教 生死相取 ok 那针对它呢 可以透过指定所影的方式 来改变一些相关的设定 好 这是我们刚刚 5支的部分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关掉 只是先体验 后续会比较多 是相关的内容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 往第6的部分前进 那6的部分呢 比较多 那我们会 慢慢的去一个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流程控制的部分 就是说 假设 如果你有听到 词词语言 流程控制的部分 那原则上就是所谓的 if else 跟所谓的 for回圈 while回圈等等 ok 好 那 现在呢 我们会有一些东西 选择性的叙述 就是statement 选择性的那个 那个描述 例如说 if 假如什么东西成真 那么 我就做什么事情 还记得我们之前 console.log 有个endend 或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种东西吗 如果它成立 那么 就会出现true 如果不成立 就会出现false ok 那我们会把那个结果 操作过程放在if的判断里面 如果它是真 我们就针对if的 那个程式区块里面 实行相对应的程式嘛 不然就到else去 就是到其他地方去执行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一些 那个真或假的判断 或是 很多条件 只要其中一个成立 我们就做 ok 好那接下来请大家 帮我新增 6-1-1 好 这个档案 6-1-1 好 然后一样 找出来 好那给大家15秒时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 那个 从 那个书上来操作 好 6-1-1的部分 好那你可以参考呢 我们的 那个 给大家的范例 OK 6-1-1 大概原则上是差不多 的内容 好那因为我们这边 不牵涉到 那个 html的标签 或所谓的元素 所以呢 我们只单纯从console面板 做一些判断 OK原本我们是不是 写在console面板里面 有些console.log 那些东西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转为 在那个 程式语言里面去执行 好 我们首先呢 宣告一个变数叫condition 等于什么 我例如说 false 假设一开始 就可以这个变数 来一个假 来一个false 这时候我就判断 第一符 那个 它的 叙述呢 这个 这个关键字呢 它其实格式是 假如什么 我们会把一些 真或假的判断 放在里面 如果为真 就执行 它这个block 这个程式码的区块 OK 这个程式码区块 好 那你这边呢 要黏在一起 或是分开都可以 OK 那为了排版呢 你可以选择分开 好 那因为我们有个变数 叫condition 在第九行的时候 就帮我们决定了它的真文 于是 直接condition放在这边 到第十行 它是不是假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定义一下 如果为真的时候怎么办 若条件为真 则执行这个区块的程式 好 例如说我希望呢 在那个concel面板里面 出现 例如说 hello world 那另外一种做法 是我要用document.write 什么意思 我们在网页上 直接写入文字 例如说 这样子 OK 好 那因为我们这边 是不是第十四行这边 如果为真 我就会执行这个block里面的程式码 如果为真 就会执行这个block 这个大括号 里面的程式码 OK 的程式码 那如果它是false的话 是不为真 那么在第十四行的这边 我们会有个东西叫做else 就是说否则或是说其他选择 好 如果它不为真 那么 我就往else去判断 这边如果是为真 如果是为true 那么就会执行这一段 然后呢 就从程式码 一直往下执行 就从第十六行出去了 如果 它的条件不为真 就是boss 是假 那么就会到else区块去 执行完 就直接从右括号跳出去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 这边 若条件为假 则执行这个区块的程式码 好 我们要有console andlog 好 例如说 那个 这边随便打 may you have a nice day 面临有个美好的一天 那么 好一样的字串 我就直接 把它 document.write 把它呢 放到网页上 那我们 来看一下 它是真或是假 我们来看 第九行的时候 这个condition 或等号 由右往左 把这个boss带到自己本身 此时第九行的时候 这个condition 这个变数 它的值就是boss 好 接下来到第十行 往下执行 那判断它是否为 那个真 如果是真 它就执行这个block 里面的程式码 执行完之后呢 就不会到else去 直接从第十八行的右边 打开门 直接往下走 OK 那如果 它不为真 就会直接到else这个区块 去执行 这个区块内的程式码 执行完 一样 就往下走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为何 我们来看一下喔 看一下 嗯 诶 诶 我找到一个字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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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就会告诉你说 Console.log 我这边告诉你 May you have a nice day 那在网页上 因为Document.write 就直接把文字 给写上去 那写在哪里呢 写在body里面 OK 写在body里面 这body里面 OK 那其他就不管它 那个是我自己 扩充功能喔 它会在里面加一些判断 那 不影响我们的实际上的输出 OK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让我试试看 好吗 好 那如果有同学 应该就会 试着会把它排除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网页呢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字 叫hello world 那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就 不在else那边去执行呢 反而是回到 为真的情况之下 好第一个block 去操作 OK 那就是if else 就是当你以为真 那么就会从 if这边的第一个block里面操作 如果不是真 那么就会从else这边去操作 一个二分法的概念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往下看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如果今天 有很多if要判断 这些if都没有 我才会往else去做 就代表 我到else之前 有很多的条件判断 我都没有 我才 执行else部分 那怎么做呢 有请同学帮我增加 61-2 61-2部分 给大家15秒时间 帮我开一下这个档案哦 好 那我们就往下走咯 一样我们在这边呢 开一个script标签 我们一样在console面板 做输出 没有去跟那个body里面的元素做联动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 head里面直接写script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先 我在第九行的部分 我直接宣告一个东西 叫number 这个变数 它的值呢 是7 我透过这个等号呢 由右往左把7 带到number去 此时这个number 背后代表的值就是7 好 接下来就判断啦 那 我先放一个这个block 好 这个number啊 我会做一些判断 number如果大于10 那么我就告诉程式说 就在那个面板里面显示说 那个 呃 我直接显示1 好了 好 如果大于10 就为1 好 如果我这个判断不会真 我还有其他的if 要判断啊 那么你就这样写 我叫else if 其他格式都一样 变成L if OK 这时候呢另外判断是 如果我的number等于等于7 好 大家还有点印象吗 就是两个等号 跟三个等号 你可以自己选 依你的那个需求 来选择要用两个等号 还是三个等号 那这时候就判断了 好 第十样判断 如果它等于7 这个第9行的那个 变数number等于7的话 就告诉 就是在那个console面板输出 2的部分 好继续如果 判断啊 如果它的值 例如说 在第14行这边 如果number的值大于5 的话 我就console.log 告诉它 这个我要输出3 好 如果要判断的是 好那个 我的number 等于等于等于 那个6 好 我就输出 console 输出为4 如果以上 这些判断 都没有 那么 我就直接 跟刚刚一样 直接else 然后呢 直接输出一个 东西 好 例如说叫 not want OK 那我们来肉眼看一下 理论上它会输出什么 那我们到第9行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宣告了那个number等于7 这个事情 好第10行 请问7有没有大于10 没有 抱歉 就会到第12行判断 请问下7 有没有等于7 有哦 理论上 它就会输出 我在第13行输出2 之后 就从右边 从第20行的右边打开门 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的判断 只有这个第12行部分符合 一执行完 就不会再往下继续判断了 而是从20行这边打开门 往下 往下出去 继续执行 那我们来看看 它结果实际是什么 它输出2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到这边 等于7件事情成立 所以呢 它会执行这个等于7的block 执行完之后 就不会再往其他地方去继续判断 而是从第20行的最右边大括号 打开门 走出去往下执行 OK 那你会问说 老师 那这个第14行的 else if 这边也成立啊 7有大于5也成立啊 为什么不往下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 只要有一个 else if 去判断成立 就只会执行这个block 就执行完这block 就会从第20行 右边打开门往下执行 而不会再往其他的else if 去判断 OK 这个呢 是if 跟else if 这种if 列 的这个概念 OK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 帮我稍多练习哦 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到那个6-1-3 我们会有一种格式 有别于刚刚的if or else 这个格式 有时候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蛮常用的 例如说 我们希望能够把 刚刚的if or else 判断结果 回传放在一个变数内 这时候 就会使用那种方法 例如说 我会let一个bool 这个bool是booling的意思 booling 那这时候 我希望能够 这个等号右边是 经过电的计算 计算什么呢 在这里 我们就不加if 直接是一个小括号 来判断 如果这里面的判断 是真 那么 我们就在这个问号后面 把这个问号后面的值 回传到 托等号 由右往左 带到bool 如果 不为真 那么 右边这个值 这个 就透过这个 叫 那个冒号 右边这个值 就透过这个等号 由右往左 带到bool去 ok 那我们肉眼看一下 1大于2 这件事 为真 还是为假 为假 对不对 不为真 那基本上呢 他就不会到问号这边去 而是从冒号这边去 并且把冒号右边的值 无论它是数值 无论它是数值 自串 还是所谓的不灵 不灵那个 的那个值 就会透过这个 值呢 由右 等号由右往左 把这个boss 带到这个bool去 到下一行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输出 好 如果我们今天判断真伪这件事情 想把值回传回来 那么 就用这个方式 好 请大家帮我开 6值 1值3 请大家帮我开 那个 6值1值3 6值1值3 5 10秒 ok 给大家15秒时间哦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往下咯 好 那现在呢 我跟刚刚也好 let一个bool 等于什么呢 OK 直接夸号 不用再加if 不用再加if了 直接夸号 把我们想判断东西 例如说 1 大于 2件事情 如果它是真 它就会在右边 把那个 问号右边的词呢 回传 透过等号 由右往左 带到bool去 如果不为真 就会到 把这个 帽号右边的词 由右往左 带回去 那我们现在肉眼看 1 有没有大于2 没有 所以呢 它不会取得问号右边的词 而是 冒号右边的词 这个false 透过等号 由右往左 带到bool去 第10时呢 第9行 这个bool 就是false 那么我们现在呢 输出 看看这个结果 违和 好 我们就 按下输出 然后呢 f12 它这就false 对不对 好 false这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再往下 这部分还单纯了 我就把它说明完毕 让大家练习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let 3 x等于 3 然后呢 let y 等于4 然后呢 我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回传一个答案 answer 那这个是什么呢 好 例如说我希望判断是什么 如果 y 那个x大于 y 就是为真 那么 我就希望它回传是什么 例如 x is greater then y 代表 那个x大于 y 反之 如果是假 或是不为真 那么回传的 就是 那个 x is this then y ok 那我们看起来 这个变数为 x为3 y为4 那3 有没有大于 那个 那个4 没有 所以呢 它不会从这个问号 把这个 第一个自传的回传回去 而是 把冒号右边的值 透过等号 由于往左带到answer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nswer 的值是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它是不是 那个x 就是这个x小于y 对不对 x小于y 好 那这部分 呃 给大家一点练时间 大家可以试着替换那些值 好 那因为快要到那个休息时间了 所以呢 一样让大家练习 那待会练习完呢 休息一下 我们15分的时候 回来 好 那我们就往下看 好 刚刚讲到这个 呃 三元运算 这是其他一个东西 一种名字是三元运算的 那个 条件判断 好 那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 往另外一种 就是叫做switch 好 switch 那它的结构呢 就大概长这个样子 就是switch里面 好 这个number进去呢 判断 那这个case呢 如果它成立 就执行这个冒号里面 的区块 好 那就直接结束程序 就跟刚刚那个 if or else 那个部分 右边大括号一样 直接出去 OK 类似这样判断 好 那 不过有些同学他学过 python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个 因为有些人判断说 好像那个 if or else 速度会比switch快 等等那些说法 但是呢 我们是javascript 我们不介入 那个 那个 这方面的议题 所以呢 我们就 就请大家 好 帮我开那个 6-1-4 OK 6-1-4 6-1-4 好 帮我开一下这个档案 哦 好 那我们就往下咯 好 那我们一样 在这边呢 let 宣告个 number 等于 那个 7 好 接下来呢 就跟刚才一幅不一样 就是switch 好 然后一样 大括号 那它的 语法呢 就是一个 小括号 右边的大括号 好 大括号里面呢 是我们判断的区域 好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缩排 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switch呢 不会在里面直接判断 而是把 这个number 直接当做一个参数 放进去 来操作 OK 好 那接下来呢 真正判断是在 其实所谓的case 好 那这个case里面呢 这个词就很重要啦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问说 诶你这个 15等于7啊 如果是呢 你就告诉人家说 他是 自创或自圆的7 好 那这是一个case 那如果下一种判断是什么呢 下一个判断就是 我出了第一个 为自串或自圆7 做个判断 好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种 好 类似if的多个if的判断 好 第二个case呢 是 我是数值7 数值7 然后呢 实行完就break掉 OK 他直接离开这一个switch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跟他讲说 如果我的是 我的case 为数值7 那么我就输出 number7 ok 好 这个变数呢 的值是多少 就拿进来判断 那接下来我另外的case 就是 如果我是自串number的东西 自串number的东西 那么我就告诉人家说 等于人家说呢 我是自串number这个字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会分别呢 判断 他是自圆的7 是数值7 还是本身是自串number的这个值 OK 那如果都不是 就会有到东西叫depot 那你这边 要不要加break 都没关系 都可以 因为它是最后执行的 基本上呢 我们就console console.log 我刚才想说 Stream 这样子 好 那这边呢 它概念是什么 就是 那个 我会先进来判断 如果这个case 成立 它执行完 这个console.log了之后 看到这个break之后 就直接从第26行 打开这个右边block大门 直接出去 往下执行 OK 只要其中一个成立 就直接break掉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呢 进来看 number等于7 对不对 第9行的时候 number就等于7 数值7 好 那进去的switch呢 拿进去 当参数丢进去 这个case 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自串或是自圆7 如果不是 它就会到下一个case去 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数值7 如果是 就输出number7 那以此类推 它是不是自串number这个字 是的话呢 就直接输出相关的文字 如果上面都没有 上面都没有 那么 就直接从预设的值 进行输出或操作 OK 那当然它可以很多行 就是它里面可以很多行程式嘛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值应该多少 理论上应该是number7 因为它这边是那个 呃 自串或字圆 但是它是数值啊 理论上它应该是第15到第17 这部分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number7 对不对 它是数值7 好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一样 三分钟时间 帮我稍作练习哦 好 好 那这就是 if啊 那if 那个else 那其实 如果你只有单纯一个if 也可以不用加else 我们可以只有一个if 不加else 也没关系 它就单一判断 那如果 没有判断成功 那你做的那一段 if的判断呢 就不会写出来 其实 if是可以 单独存在 而不需要else 或是其他的else 好 那另外呢 就是所谓switch 它是另外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选择 不过呢 并不是每个程式语言里面都会有 原则上呢 是跟 它的语法跟 C语言有点像的 这种 比如说PHP啊 JavaScript啊 本身C语言等等 它 比较会支援这种语法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往下走 就是 讲到了 那个条件 判断的部分 之后 现在 就要 那个准备 说明一下 回圈的部分 OK 那什么叫回圈呢 它就是 在我们指定的条件之内 会不断的执行 就是说 它会结合条件判断的概念 也会结合条件 如果条件成立呢 会继续执行 区块内的程式 直到条件不成立 才会跳出程式区块 OK 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一个东西叫Wile Wile回圈 好 这时候请大家 帮我开一个档案 6g2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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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hkml ok 6g2g1 6g2g1 好 请大家帮我开一下哦 那接下来往下 那 一样 我们就 好 那我们就 Let一个Count 等于1 这是Wile条件 本身呢 它如果没有设定条件不成立的那一天 它就会一直执行 执行到永远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要有一个变数 让它 能够有机会不成立 而结束回圈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Wile 这个Wile里面呢 它这个格式呢 一样 这个小括号 再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是我们要执行的程式码 而小括号呢 就是条件判断 就是条件判断 那我们来判断 假设我们今天在第十条这边 Count 它如果小于等于7 这件事成立 它就会到这个block里面 去执行程式 例如说我今天呢 就直接执行出来 Count 这个值 好 那接下来呢 你看哦 我们现在Wile条件判断 Count 有没有小于等于7 有嘛 因为它第九行的时候 是不是Count 等于1 那1有没有小于等于7 有 就会进去这里面执行 好 它就印出Council.log 印出1这个值 好 如果我们没有变动Count 的情况之下 它会继续回圈 就会继续 重复的 从第十一行又到第十一行 这边 那1有没有小于等于7 有 此时又印出1 然后呢 又到上面去 好 又到上面去 那个 1呢 还是等于小于等于7 所以 你会发现 它是一直印出1 一直印出1 那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一个无穷的回圈 永远一直在执行 那个输出1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 让它有机会 不满足的条件 例如说它可能变成8 8 就不是小于等于7了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在输出1的时候 直接 Count 然后加加 让它变成什么 类似 Count 等于 Count 加1 然后呢 通过等号由右往左 带过去变成2 好 这个加加呢 非要做这件事情 这时候这个加加结束之后 在第12行的时候 这个Count 就从1 变成了2 好 此时它又回到第10行 这边 2有没有小于等于7 有 它在第11行的时候 印出2 然后呢 这边加加变成3 第12行 变成3之后 又回到第10行 好 3有没有小于7 有 然后又进去第11行 印出3 然后一直印到后来 好 印出7之后呢 7++变成8 好 8呢 到第10行那边 8有没有小于等于7 没有哦 此时 好 它就会 那个 打开 在第10行那边 打开门 往下执行 这边外耳回圈 就正式结束 所以理论上 它印出的是 1到7 不过呢 有个特性就是 那个 因为console.log 在console面板面 会有断行的概念 所以理论上 它会变成 1啊 断行2 断行3 所以 我们来进行看看 有没有 1234567 那因为8 没有小于等于7 所以跳出去了 OK 记得 一定要加count 加加 一定要加入这个 这行 不然你会一直执行 一直印出1 印到你阮暖器 基底吃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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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 给大家三分钟时间 稍微玩玩看 好吗 你可以调整一下count 初始值 或是你 那个限定的范围 把7改成其他的数字 看它印出些什么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我们外耳回圈呢 做个 那个说明结束之后啊 那我们呢 要准备说明一下for回圈 那什么叫for回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for 它会有三个参数的概念 不过 这边呢 它们之间相隔的 原则上 都是分号 那这个init呢 就initialization的部分 就是说 它是 呃 变数初始宣告的地方 例如说 这边有个类的I等于link OK 好 它只要宣告完 就再也不会进入这边了 剩下的就是condition 跟statements 跟increment 之间 不断迭代的过程 OK 那这个条件呢 就是 什么类似那个 真或假这件事情 就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或是所谓的 那个条件判断 等等 那这边condition 确定的时候 它就执行这个叙数 这个乘数据 执行完之后呢 它会对数字做一些 通常是增加 有时候会改变 所以 通常这边是 变数呢 副值的地方 就是一个方式 那有时候会 有些人 大部分都是 加加比较多 有些人会 加等于2 或是每次2 就加一次 会改 那原则上呢 它就是condition 那边执行完 就会执行 乘数据 乘数据 执行完之后 就会到这个 增量的地方 增量完之后呢 就会继续判断 跟那个 外回群有点像 好 继续执行 直到你增量完之后 发现不符合条件了 那么就从 右边的括号 开门往下 好 OK 好 那我们呢 那个 就试着开 这个是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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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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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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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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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I等於0,然後那個J等於0 其實這個第一個區域是可以宣告多個變數的 很多人就說跟我以前宣布一樣 的確相信我他是可以宣告多個變數的 只是以前的人他就直接告訴你說 我I等於0或I等於1然後開始 沒有他裡面可以宣告J等於0 那個K等於99什麼東西都可以 反正他是Initialization的部分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這個分號 這第二個分號後面呢 分號後面這個I小於10 他就是條件判斷的一部分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印啊 例如說 那個 the value is 空格 加I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好 I等於0 然後之後就不會再用到 應該是宣告變數 宣告變數 初始化的概念 好 0有沒有小於10 有對不對 就會到這block裡面 執行這一段 有沒有 就是印出齁 這個值呢是0 好 接下來他就會到I加加的地方 這時候0就變成了1對不對 好接下來又回到這邊來喔 好 這時候1有沒有小於10 有 所以又到這邊來 就繼續把I印出來 好就印出1 好接下來呢 音印完之後呢 又回到I加加這邊 變成2 2有沒有小於10 有 詞詞呢就印出2 OK 那我們一直印到9 好 印出9之後啊 9加加 變成10 那這邊判斷 請問10 有沒有小於10 沒有 所以就會從 那個第10樣那邊 打開門 出去往下執行 所以呢 好 這是報回圈 的一個用法 這時候啊 我們就看看喔 他結果是什麼 有看到 從0 印到9 因為10呢 他沒有 他 10沒有小於10 對不對 他是等於10 所以就跳出回圈 直接從第11樣那邊 打開門 往下 繼續執行 那這部分呢 就給大家 那個 三分鐘的時間 幫我少做練習一下喔 好 那我們 過回圈部分呢 我們稍微 那個 透過練習呢 結束了 那如果說 你今天 非常無聊 想要讓 破圍圈有 無窮回圈的形式 那麼 從頭到尾都不要講 東西 只要兩個分號 他裡面 就跟 Wile條件 永遠沒有離開的一天 概念是一樣喔 無窮回圈的形式 OK 你有興趣再試試看 那這個 Wile呢 無窮回圈的形式 就是你把裡面 寫1 跟 True OK 它永遠都會成立 所以這時候 它就一直 無窮回圈 那你說 老師我真的會遇到這時候嗎 有可能啊 如果你裡面是一個 會讓回圈暫停的一個東西 例如說 你請使用者輸入某個值 這時候到這一行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輸入完 那個 那個 輸入的值呢 被帶到你宣告的變數裡面去 才會往下執行 等等 這樣子呢 不然其他都是那個 Wile條件 唯一的情況之下 他就一直執行 那假設你就像你玩那個 猜數字遊戲 例如說你在Wile條件 寫猜數字遊戲 他一直猜錯猜錯猜錯 那 最後一天呢 如果猜成功 你就要結束回圈 我們之後會提到 如何用一個 簡單粗暴方式 去結束回圈這件事情 OK 讓大家知道說有無限回圈 OK 好 那現在 我們就要到一個 進階的做法 就是有兩個貨回圈 有兩個貨回圈 那請大家呢 幫我開一下 6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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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了 OK 幫我開一下這檔案 好 好 那一樣 我們就往下走 現在啊 我們先寫一個 貨回圈 好 那我們就 let i 等於0 OK 那i就 就在這邊出實話對不對 然後i呢 小於等於9 我就代表呢 我的i 我在執行的範圍 會坐落於0到9之間 然後呢 i ++ 那我們現在呢 就試著 console.log 然後呢 我們用樣板 自串的概念 用波浪符那兩顆 好 遷入i這個值 那 我們就嘗試 假設我又再開一個 那你也可以用我剛剛講的方式去切換 例如說 我今天沒有要看這個檔案呢 我就切換 把這個區調變成5500這部分 它就會是一個那個檔案一覽 那剛剛呢 我們是6-2-3 進來之後 我們就iF12 看一下是不是 出現了那個0到9 對不對 因為 我們回圈是0到9之間 那如果它等於10呢 就會跳出去了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層回圈的做法 可是 我希望啊 它是一個巢狀回圈 Nested 就是巢狀的 就是回圈之中 還有回圈 怎麼辦呢 好 我們就在裡面 破迴圈 Nested J 等於0 然後呢 J 小於等於9 J ++ 好 那你看喔 這個東西呢 跟這個東西之間 關係為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代表什麼 好 我們在沒有 潮狀的 沒有內層的那個 破迴圈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 這個i 會執行 0 1 2 3 4 5 6 7 8 9 一共10次 對不對 一共10次 好 形容這個觀念 i會存在10次 當我裡面 放一個負迴圈的時候 代表什麼 外面這個i 是不是會 存在10次 所以這個block裡面 所以這個block裡面 的破迴圈 也會執行10次 這個觀念大家有嗎 好 如果你有問題 如果覺得 老師為什麼是存在10次啊 好 那如果你不了解 好 就讓我知道 代表呢 i為0 1 2 3 4 5 6 7 8 9 每一次i就會執行 i在每次在運作的時候 都會執行一次內部的破迴圈 i為0的時候 這個block裡面 這個破迴圈就執行一次 執行完 就會i++ 變成從0變成1 1小的9 有 所以這破迴圈又再執行一次 OK 這個破迴圈的i呢 狀態會跟這個內部的破迴圈 一直維繫著 就不會 就是說他們會同時存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 以這個iD來看喔 i為0的時候 OK 然後呢 那個0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好我們就到這邊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不管它 let j 那個0 那0小於等於9 i是0對不對 好然後 j++ 那這時候 我怎麼算呢 假設我今天 那邊印出i 那我希望做什麼 我希望做一件事就是 我希望啊 就是透過console.log 把他們兩個之間 相成的結果 印在console面板裡面 OK 那我就先寫一下 就是說 我先寫個樣板 然後呢 我只是把 那個變數呢 相添在裡面 等於什麼 等於 我的i 那個 乘上j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喔 破迴圈為i 那個i為0的時候 裡面是不是做一次破迴圈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再進去 這個j為0的時候 好我們這時候 做這一波 0到 這個j0到9 i就等於0喔 這一波第一波 i為0的時候 裡面的第一波 j的那個迴圈 是0到9 所以呢 我這時候 j等於0 j等於9 ok 所以j是0 所以它等於 它有成立 所以進來 你看喔 這時候我的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的i狀態是不是0 是不是0 這直是0 所以0乘上j 當時目前第一次執行的是不是0 所以它會等於什麼 i乘上j 0乘上0 等於0 好 這時候就不會往外跳 這時候繼續回到 內部的破迴圈 它是不是加加了 j是不是加加 從0變成1 這時候1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所以我們在下一行看 第十一行看 這時候i 還在第一波4的那個 內部的第一波範圍 所以呢 i一樣等於0 不過 這時候的j 就變成了1 0乘上1 還是等於0 對不對 0乘上1 還是等於0 然後呢 就一路 j加加 就例如說 加加完變成9 9 小於等於9 有成立 所以呢變成0 0 乘上9 然後等於呢 0乘9 ok 好那接下來j加加 變成了10 10 有沒有小於等於9 沒有 所以呢 就從這邊出去 可是一出去 他發現 哇 我j執行完一波 啊怎麼i還沒執行完 所以這時候出去的時候 他又i呢 這時候呢 就會又回到這邊來 0 這時候i為0對不對 0加加之後變成1 又進去判斷 1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喔 所以呢 又執行一波 破圍圈 j依然等於0 然後最多到9 所以呢 此時到第11行的時候 我i為1 乘上什麼 乘上j為0 為什麼 因為又做一次for 啊 for又重複了 又輪回了一次 所以 j為0 那0有小於等於9 有 那此時呢 因為我執行第二波 所以i為1 那乘上0 這時候呢 就那個1乘上0 ok 那結果就是0 那這時候 j又回到這邊 變成了 加加之後從0變成1 1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喔 所以到第11行的時候 i等於1 那j等於1 這時候1乘上1 就等於1 ok 實際上概念 那直到我j 到那個加加完 變成10 10有沒有小於等於9 沒有喔 然後打開門 終於第12行出去了 哇 我還在i的範圍內 這時候呢 他要到這邊 從1呢 又加加變成2 那2 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又做一波破迴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結果 會是什麼 它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看到 0乘0 0乘1 0乘2 然後這時候這個0 左邊這個0 都是i 當時第一次執行 而破迴圈在裡面 又執行了一次0到9 好 那0 想說 欸 我裡面內部的迴圈 打開門 哇 輕鬆了 終於可以出去了 哇 還在i的範圍內 所以i加加 然後繼續成長 裡面的j 從0到9 終於打開門了 終於可以出去了 太好了 就出去 哇 還在i的範圍內 i繼續加加變成2 又走了一波0到9 直到我i本身執行完 9的部分 ok 那我i是不是加加了 變成10 好 這時候我i加加變成10 十分小的一個 沒有 這時候 還是真正的解脫 ok 這樣子的概念呢 大家 花點時間 思考一下 我外面這一層執行一次 裡面就執行0到9 然後呢 我加加完 又再執行 繼續執行的時候 裡面又做一波0到9 類似這樣的概念 ok 好 那這部分呢 給大家 那個 三分鐘時間 幫我試試看好嗎 好 我們把那個 操縱回圈 兩層回圈 操縱回圈的部分 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ok 外面執行一次 裡面呢 就執行一波 換它下一個的時候呢 又執行一波 又繼續加加的時候 又執行一波 ok 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往下找 就是 那這部分大家練習一下 這個東西只是輸出在網頁上而已 ok 好 那我現在講的東西是 我們呢 要怎麼樣 像我剛剛有提到 那個 我們要如何 停止 回圈 我們可能做到一半 欸 雖然說還沒滿足條件 可是呢 只要在裡面 有一些判斷 或是一些 if 的敘述 如果 它成立 我們就break掉 這個回圈 ok 就是停止這個回圈的運作 常用是用在那個 拆數字啊 一直拆 在拆中之後呢 就讓程式break掉 然後這時候呢 while條件就等於 1或2 好 這就是這樣概念 所以呢 我們要停掉回圈這件事情 就用break ok 然後呢 當我們遇到某一些條件 我們不要繼續往下執行 而是讓i直接加加 或是讓那個其他的數值 繼續回到那個 回圈的判斷裡面 不往下做 就用continue 我們之後呢 今天應該來不及把continue說完 但是我們來看看 break的部分 所以請大家呢 幫我開 6-3-1 6-3-1 -html ok 幫我開一個檔案喔 好 那我們就往下囉 好 那我今天希望這件事就是 我希望這個i啊 i到4的時候 跳出回圈 好 那怎麼做呢 一樣我們破回圈好了 就是給他 一些起手式 破回圈 let 好這次我們i呢 就變成了 從1開始 然後呢 1小於等於9 反正呢 做完一次 i就有++ ok 好 那我們是不是原本這樣做的話 例如說可能這樣 然後呢 用那個樣板自串 i呢 等於 相簽這個位置 i進去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它可能結果是什麼 看一下 是不是印出1到9 對不對 是不是印出1到9 我們的邏輯應該也是這樣 對啊 印出1到9 但是啊 我今天希望 我到4的時候 拜託 回圈不要再往下執行了 直接打開 從第10行打開門 你就出去吧 好 如果我希望這樣做 那麼 我就在執行之前 判斷一下 看你判斷放了 好 假如我的i 等於等於4的情況之下 那麼 我就直接給它的關鍵字叫break 就叫break 所以呢 我一開始 i為1的時候 那i小於 i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所以呢 就進來第11行判斷 那i呢 等於1的時候 1有沒有等於4 沒有 所以這邊根本不會執行 就直接到第14行 印出1 好 印完之後呢 就繼續往下 就是i++ 就變成2 2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喔 就到第11行 2有沒有等於4 沒有 所以呢 這邊不會執行 繼續印出2 好 假設呢 印出3之後 3++變成4 4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喔 好 接下來到第11行 請問一下i 這個4 有沒有等於4 有 就執行這個break 這個break一執行 抱歉下面就不走了 回圈不繼續迭代了 就從第15行打開門 正式高喊自由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就是break的功能 那這邊呢 給大家 那個 呃 1分半的時間 幫我試試看 還算單純 所以幫我試試看 OK 那我對了 我還沒有 執行完了 1 2 3 我到4 就那個 結束了 OK 這部分呢 幫我試試看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說明一下喔 那個 外部破迴圈 但是呢 我們先做 待會再貼上複製 假設我今天有兩個破迴圈 先把它寫完 let i 等於1 好 i呢 小於等於9 好 然後呢 那個i++ OK 那現在呢 跟剛剛的案例一樣喔 我們 就是一樣 let j 等於1 j呢 小於等於9 j++ 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跟剛剛的案例一樣喔 我們就連續 把它做一些計算喔 那就是 好 假如說i等於 我們遷入這個樣板 i j呢 等於遷入這個位置 等於j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結果 6-3-1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結果 有沒有 就分別呢 這是什麼 這是上面的範例喔 這不管它 這是上面的範例 不管它 OK 我們重點在這邊 i等於1 好 j等於1 那你會發現 i等於1的時候 j做了9次對不對 i等於2的時候 j做了9次 i等於3的時候 j做了9次 依照這個概念 好 可是 我今天 想要在j裡面 進行break 我要在j裡面 進行break 好 那我怎麼做呢 假設 我現在跟剛剛一樣 1 我的j等於4的情況之下 那麼 請你幫我brea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們 i 那個 i為1的時候 我們就是裡面 不好先做一波對不對 好 那我們是不是會 這邊j呢 會做1到9 那你看到我們做 我們就印出 i等於1 然後j等於1 然後j等於2 然後j等於3 那我們嘗試加加的時候 j變成了4 4小於9 這件事情成立 好到第20行 那j等於4 就break掉 這時候他break的不是外面這一層 而是他自己本身這一層 所以他j印出了1 2 3 他到4的時候break掉 他從這邊打開門出去 哇 發現 i還在 所以這時候呢 i就變成了2 裡面繼續印1到3 打開門發現 i還在 i變成了3 裡面一樣印1到3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結果 你會發現 是不是原本 好是1 2 3 4 6 7 8 9 這時候到i等於4的時候 就break掉 而break的是 j本身 而不是i ok 他break的是 這個j本 c這個負回圈本身 而不是i的負回圈 ok 所以呢 你這個負回圈內 只要有break 這個break的是自己負回圈本身 而並不會影響到外部負回圈 ok 那這部分 請大家幫我練習一下 我們練習到下課 我們就幫我練習一下喔 好 那我們呢 今天把負回圈跟 那個break的部分呢 做個介紹 下次我們就會針對那個 continue 做一些說明 那說明完之後呢 第六的部分 就會結束 ok 下次我們會從6-3-2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那給大家一點時間 有問題呢 可以提問 那沒問題 大家下線 ok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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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